他在看什么 他在看他妈妈 他嘴里啊 经常都嘀咕嘀的念叨 妈妈怎么还不来 妈妈怎么还不来 这孩子傻得厉害 叶子呢 不来吗 他以前一周还过来看他一次 最近好长时间不来了 他说他也是 看在向莫娜的面上 才帮他的 可这孩子 给他惹了不少的麻烦 他也有他的难处 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不好去找他 怎么不跟小朋友一起玩呢 听叔叔说 你愿意做一个快乐健康的好孩子 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高高兴兴地做游戏 读书 大声地笑 你说好不好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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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头 你要听叔叔的话 要跟小朋友们交流 要高兴一点 你要听话 叔叔给你找妈妈 真的 叔叔不骗你 他也不给你 他也不敢做 他也不敢做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他也不敢做 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队,你怎么了?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好,请大家安静一下 今天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毕业生家长座谈会 足以说明大家对孩子的关心 也是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代表橡树小学的全体师生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请叶校长给大家讲话 各位家长,大家好 毕业班的升学考试迫在眉睫了 作为毕业班同学的家长 当然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这次升学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顺利地进入重点中学 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还有比考试升学更重要的 那就是学生的思想品质 这将关系到他们今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关系到孩子的一辈子 项树小学 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现在的小孩都成熟得早 接触新鲜事物多 各种各样的外部诱惑也非常大 如何让他们建立正确的是非观 十分关键 在孩子们成长的漫长道路上 要经历若干次这样的关键时刻 如果我们掉以轻心 或者重学习轻管教 就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甚至于将会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 还是那句话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 但关键的只有几步 如果走错一步 就会一物终生 今天 我再一次的把这句话送给各位家长 希望家长们 千万注意好孩子们成长的每一步 谢谢 我先出去一下 各位家长 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毕业生会议 叶校长 我想请你去一个地方 跟你谈点事儿 去哪儿 不是去队里 不过 时间可能会长的 好吧 不过你们要等我一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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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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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带我来这儿干嘛 叶校长 我给你讲个故事 故事就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 很久以前 这个学校里有两个很要好的少女 好到什么程度呢 两人都很喜欢一篇课文 你奴我奴 推煞情多 情多处热如火 把一块泥捏一个泥 塑一个我 忽然观想将咱俩一起打破 重新加水 再想 再揉 再调和 再捏一个泥 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泥 泥中有我 其中一个姑娘 我们展界称她为叶姑娘 家庭很不幸 父亲居世后 祭父这个混蛋 不禁虐待毒打她 甚至强奸了她 母亲是懦弱可怜的人 她不敢胜账 叶姑娘悲愤交加 决定投合自己 她的好朋友 她的好朋友相姑娘 温讯赶来救了她 叶子 叶子你不能死啊 你回来 叶子 你不能死啊 你快回来 叶子 快回来 叶子 叶子 死啊 哭有什么用啊 这样不离不白地死了 是不是便宜来来混蛋 怎么那么少呀 走 跟我回去 湘姑娘是个好爽的少年 带了一群小流氓 将这个混蛋的继父 揍了个半死 拉着叶姑娘 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家 还行吧 嗯 以后啊 这日是我们的家了 两个少女 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 一间简易的阁楼 成了她们的新家 也许是青春期的迷乱 也许是出于感恩 叶姑娘和小流氓龙正刚早恋了 畸形荒唐地生活了一年多 叶姑娘发觉自己怀孕了 而且发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 毫无经验 也不敢去医院 惊慌失措 愚蠢地胡乱吃药 用野蛮的方式自残 希望能躲下胎来 然而 一次次一次次 死去活来的痛楚 她就没能如愿 救我 孟娜 救我 痛 孟娜 救我 孟娜 孟娜 好痛 鸡 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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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生下了以后 又是向姑娘帮忙处理掉 她告诉叶姑娘 孩子生下了就死了 她已经扔掉了 由叶姑娘愚昧无知的自残 结果造成了孩子先天残忌 自己也为这次伤害 终身丧失了生育能力 方队长 你不用绕圈子了 你刚才说的那两个少女 就是指我和向孟娜 不是吗 不过你错了 怀孕的人不是我 是向孟娜 叶小长 你别着急嘛 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我现在站的位置 就是当年龙正刚被撞死的地位 你仔细想想 能回忆起些什么吗 在这里 没有什么的不错 当年龙正轻人才等于国外 是 肯定的肩码 船再想 尽缘的肩码 算性能力 为了 肩码 逐温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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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吗 你是真的忘了 还是没有勇气 姬玉柔因为车祸肇事 提心吊胆了十几年 至今他还没搞明白 容正刚当年 怎么会突然飞一般的扑出来 扑到他的车前 也许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容正刚为什么会飞一般的扑出来 我不知道 你在车祸现场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害怕了 需要我跟你说为什么吗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敢说 正是因为你 把容正刚推了出去 是你制造的车祸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这样 容正刚怎么会突然飞一般的扑到 寄云的车前 回答我 请你回答我 你胡说 我为什么要推他 我为什么要害他呢 问他 问他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你已经清醒 隆正刚这个小流氓 会毁了你的一生 你必须摆脱他 可是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 怎么能和流氓无赖的暴力威胁抗争 正好在这时候 机会来了 纪玉柔 成了你借刀杀人的体队羊 撤护之后 你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又是香梦娜出面 替你掩盖了过去 方队长 你越说越玄乎了 你可是警察 说话要讲证据 我说过 我是在给你讲一个故事 要是讲案子 我们不会在这儿塌话 香梦娜跟你情同姐妹 她毫无保留的帮助 爱护你 十多年来 她为你做了很多事 甚至没告诉你 现在她死了 难道 你为了掩盖自己不光彩的过去 还要往她身上泼脏水吗 是啊 香梦娜是有很多毛病 甚至犯下了罪过 可她对你 扪心自问吗 这里曾经住着一位 善良的农村妇女 她在秦嫂 多多就是她手养的 像亲生儿子一样 从小带大 而且多多 还是那样一种情况 秦嫂吃了多少苦 是可以想到的 多多 是在这儿长大的 很多年来 也可能是由于良心的发现吧 向母娜一直在经济上 照应多多和秦嫂 也常常来看她 直到去年 秦嫂由于家庭的变故实在无奈 向母娜又想尽一切办法 重新安顿孩子 可这些年来你在干什么 你来过这儿吗 看过孩子吗 想到过他们吗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良心安宁吗 是的 你不知道 向母娜一直瞒着你 可她为什么要瞒着你 她知道 她了解你 她知道你没有勇气去证实 所以 她只有一个人 默默地去赎罪 也来帮你赎罪 两个好朋友终于翻脸了 反目成仇 于是过去的一切都变了味 成为肮脏骄语的筹码 向母娜出于报复 用那些不可告人的隐秘 来敲诈你 而且心态失衡 导致心理变态 百般羞辱你 以精神折磨你为乐 我 都留着 Tina 没回忍 内容 有一切都没有 有一时 浪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彻底消除心腹大患 4月23号下午 你得知向木纳在地豪大酒店开房偷情 你赶到机会来了 因为偷情的人都是偷偷摸摸没人知道 你算好了时间悄悄赶到酒店 却意外发现 向木纳先被人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现场捡到那枚项料坠子 而且后来很快就怀疑到了记忆柔 这一回你再次对凶手充满了感激之心 但你保持沉默的真正原因 是为了掩盖 你曾经去过现场的事实 为了掩盖你自己杀人的动机 同时 你怀疑杜德人也牵扯在其中 他才是幕后的主使 为了你万分真爱的家 你既要保护自己 也必须保护他 直到后来 我们开始追查你 你才感到了恐慌 如果说 先前你对杜德人还抱有幻想 对记忆柔充满了感激之情的话 当你知道了 他们长达七年的恋情史 你对这个家伙 对你丈夫的情感幻灭了 于是你出卖了记忆柔 可怜的记忆柔 两次充当了你的替罪羊 十二年前你是主动的 十二年后你是无意的 我没说错吧 方队长 你已经不是在讲故事了 既然说到案子 请你拿出证据来 这个故事当然是有依据的 请问 你前后找同学借了三十万 交给向梦娜 为什么 你当然可以否认这是敲诈 钱是借给他 因为同情他 所谓的同情和帮助 是不以超出自己能力为前提 还有 你要通知向梦娜 取消西餐厅的约会 手机打不通情有可原 但既然你知道 他在地豪大酒店 1020房间 你完全可以打 酒店的总机转的房间 根本就没有必要 在下班高峰的时候 专程跑一趟 何况 酒店和你要去的 林月阁酒楼 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方向 再有 在现场勘察时 没有发现任何质问 这就证明 你很谨慎地 擦过你接住过的地方 弃制到了照样虚掩房门 为什么 你不用说了 如果你觉得证据确凿 能够定我的罪 现在就可以抓我 你清楚我不能抓你 虽然是蓄谋杀人 但是没有付出实施 或者说 没有来得及下手 法律无法定罪 所以这只是一个故事 不论你说得多么精彩 推理得多么周密 没有人会相信 你错了 每个故事都有它的主题 这个故事的主题 就是你经常讲的 人生关键之处 就在一两步 一步走错将遗憾终身 我相信 你是有感而发 而且有切肤之痛 我的确没有 任何直接的证据 容正刚死了 向梦娜也死 可以说是死无对证 但是 有一个人还活着 他就是多多 可怜的孩子 从他不幸的 被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第一天起 就成了你们践踏青春的代价 成了你们偷吃金果的垃圾 成了你们道德伦 丧不负责任的牺牲品 被注定 一生都要用他扭曲的心灵 用他残妻的身体 用那无尽的苦难 来赎你们的罪孽 这公平吗 多多是一个最无辜 最纯洁的人 可他却成了最不幸的人 他的一生毫无前途 毫无希望 他唯一的奢求 就是得到母亲的爱 可是 就连这最原始 最本能的权力 也被你们无情地剥夺了 你们只看到自己的苦难 只看到别人对你们的不公 就没有想到 多多凭什么 要承担你们不幸的全部后果 他的十五弱残疾的身体 能承受得起吗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默默的等待 用他的存在来证明 我们的神性还剩下多少 叶子 我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对你说 死了的人 我们不再责怪 但活着的人 要有良心 截别过去 并不意味着 就可以对过去不负责任 任何人必须对自己 从今的所作所为 担起责任 我的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怎么讲 我听你的 我们走吧 你们先回去吧 我好久没有来故乡了 今晚想在这里住一宴 明天我自己回去 你 你 你 我看你 我好久不见你 我好久不见你 我来过去 你 你 我来过去 还不快管 还等着我喊人收拾一个 你是新来的 你叫什么 叶子 我叫沈梦娜 以后叫我梦娜就行 往后跟着我 没人敢欺负你 看你一身脏子 我叫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我们开始调查叶子 我就一直觉得她最有钻动机 没想到纪宇柔两次做了她的替死鬼 她的运气可真好 就像纪宇柔前辈子欠她似的 听推理是不能定她的罪 而且她绝对不会承认 我是为了多地赌一把 赌她的良知和人性 那她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无非有三种情况 正是现实承认多多 并负起做母亲的责任 第二 维持现状 只给钱不认人 第三 想方设法地把多多再送给秦嫂那 如果是后两者 我真不知道她以后如何面对学生 如何为人世表 老三 老三 老七 老三 老四 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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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你好 歡迎光臨 送給你的 祝你重獲新生 真是不太好意思 你看 我都沒給你買花的 花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人 雖然我平時老罵你 不過你還算是個 誠實正直的好男人 而且是個負責的 重感情的男人 那咱們 我田園本來就是重感情 負責任的男人嘛 你們怎麼來了 我們怎麼不能來了 來 來 坐坐 來 快點坐著 那我們坐哪兒啊 您來 這邊這邊 好 田園你站著幹什麼 坐著呀 快點 來 坐著 田園 今天我做動 請你們全家 不行不行不行 怎麼能讓你破費呢 得我們請你才對 對吧田園 嗯 田園嫂 今天啊 我除了祝賀你們全家團聚 還要感謝田園大哥 這次我調查 他出了不少的例 我姐夫能夠在天明目 他功不可沒 他哪是為你好啊 他有私心 嗯 別的像孟娜 田嫂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鮮 以後還得多給田大哥 留點面子才是 來 我先敬大家三杯 案子結了 我還得忙著找這項呢 來 喝完酒我就先走了 乾杯 來 是林嵐吧 你是 你忘了我是你姐姐林婉的同學 我叫林小慧 還去過你們家呢 啊 小慧姐 哎呀對不起對不起 太久不見 我還真沒認出來 是啊 一晃都兩年多了 你只是越長越漂亮 怎麼樣 你姐姐還好嗎 嗯 怎麼你不知道嗎 我姐姐自殺了 啊 自殺了 什麼時候的事啊 有一年了 哎 人怎麼說走就走了 上一次她最後來我家 我看她氣色不對 真要問她 樓上有人跳樓自殺了 沒了解去她就走了 哎 沒想到再也沒見著她 哎 你說我姐去你家的時候 樓上有人自殺 哎 那人是不是叫行蹤號 對呀 她是我樓上的鄰居 你認識 哦 我不認識聽說過 哎小慧姐 你家住哪兒 寧江路十八號 新城公寓十一樓二號 啊 小慧姐我今天有急事 嗯 改天去你家看看你 不好意思啊拜拜 嗯 快 快跟我走 嗯 嗨 你為什麼把我帶到這個地方來啊 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哈 不知道 這不就是一個樓頂嗎 行蹤號就是從這兒 被人推下去摔死的 啊 行蹤號就住在這樓樓啊 怎麼叫被人推下去 他不是自殺的嗎 我知道是誰幹的了 誰幹的 我姐姐 林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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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了解我姐姐的個性 她是個萬榮內綱的女人 一旦動了真情 又懷了行蹤號的孩子 絕不肯苟且 要麼離婚結婚 要麼 兩個人同歸於盡 那天傍晚 姐姐是來找行蹤號 最後攤牌的 行蹤號害怕像蒙娜 隨時可能回家 不敢待在家裡 兩個人就到樓頂來談判 可以想像談判經過極其不愉快 行蹤號早就玩膩了姐姐 正想見識一刀兩斷 姐姐絕望之下 趁其不備 將她推了下去 有什麼好哭的呀 哭哭哭 你就知道哭 翻死了 我告訴你 這是不可能的 你想過沒有啊 我有家有老婆有孩子 那你怎麼不想想我 那我怎麼辦呀 你你怎麼辦 你阿姨怎麼辦怎麼辦 我告訴你啊 別來煩我了 你再這樣 我再也不見你了 這可是你說的 翻死了 當時恰好樓下有貴賓車隊經過 警察立刻包圍了出口 姐姐就躲進了老同學家 小慧我來看看你 當警察愛家愛護 查遍全樓時 壓根兒沒有想到 這位在老同學家做客的弱女子 就是兇手 不久以後 姐姐為情所困 不能自拔 殉情自殺 請問今天有莫子恩來過嗎 才辦 沒有 先來做嘛 伯母 給我來餵吧 到了 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姐姐很快也去世了 所以警方和我們一直都忽略了她 現在回想起姐姐自殺前的反常 我的推理應該是成立的 要不要告訴警方 這只是我的推理 一切都沒有證據 況且姐姐和秦東浩 兩個當事人 都已經死了 法律也不追究死者的責任 就讓殉情的姐姐 能夠得到安息吧 車隊正向死人怒口行進 死人注意 正式下班攻攻 車隊正向死人怒口行進 不能從任何意外 車隊已通過所謂局正向你時來 注意警戒 關隊 又想什麼呢 這個案子辦得很遺憾 你是說行動號的案子 我的兒子整天都在追問我 他的爸爸為什麼突然就死了 為什麼 我們一定給你兒子一個交代 請相信我 謝謝 我總覺得行動號不是自殺 經歷了痛苦的忏悔與矛盾 葉子終於坦然地認領了多多 並說服行家老人過激了行明朗 落葉紛飛的時節 他帶著兩個孩子 隨從受到降職處分的杜德人 一起調回了賓州工作 每當晚霞滿天的時候 人們常常會看到這一家四口 散布在賓州的河畔 平靜而和睦 MUWA & 林敬 聖光 寶寶 聖光 場 peso 從什麼時候嬌心又再何時分開 茫然無錯的我總在跌倒時想起你 溫暖的雙手淚眼中發現 一句謝謝已經遲到了多 你也 拉梅花梅 無奈花期待不斷 在醉意寒冷時綻放 卻在暖春落敗 就算為了我倆 它也沒法改變 然而你與我的歌謠 我一直還唱著那句謝謝 在我心裡生愛多年 我生命中那段美麗的日子 還能再次到來嗎 這一生總沒能說出口的兩個字 這一生未能忘滿的緣 你都會明白嗎 無論在何處相逢 天堂活著九泉 我要安慰地告訴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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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forte 掃增 或許小心 或許多 你好我 有 chocolate